好,今天最后我们再给各位教一个特殊的状况 一些special的印尼状态 这什么呢?我们先来看 假设现在有一个受了外力的工作件上的任何一点 我们直接用图给各位看 假设这是一个任意的一点 这种在这一点上有两个平面 一个我写的是用红笔画的 红色的平面 它的法线我们叫做N sub A 另外有一个任意平面 这两个都任意平面 另外有一个任意平面 我用蓝笔画的 它的法线我们叫做N sub B 然后中在红色这个平面上 它有它的印尼向量 我们叫Sigma N A 中了蓝色的这个平面上面 它也会有它的印尼向量 我们叫Sigma N B 所以通过这个点上 我们选择任意两个平面 记得这是任意两个平面 它们各有各的法线 各有各的印尼向量 然后我们现在给各位介绍一个 所谓的投影定理 Projection Theory 这个定理呢 投影指的就是 那个Dot Product 所以它指的是什么呢 我在红色这个平面上的印尼向量 在蓝色这个平面上的 法线上的投影 Sigma N A Dot N B 等于 这个就是投影定理 在第一个平面上的印尼向量 对第二个平面上的 法线的投影 就是它的Dot值 等于第二个平面上的 印尼向量 对第一个平面上的 法线的投影 这个就叫投影定理 我再讲一下 通过这个点 任何一个点 我们任意两个平面 任意两个平面 然后这个投影定理都会成立 第一个平面上的印尼 印尼向量 对第二个平面法线的投影 也就是Dot值 等于第二个平面的印尼向量 对第一个平面上的 法线的投影值 也就等于说通过这个点的 任意两个平面 它的印尼向量 跟它的法线 互相之间是有那种交错的关系 那下面我们可以证明 这个定理 这个定理可以证明 你们这看起来好像吗 有点不太相信 事实上这个证明还蛮简单的 这个证明还蛮简单的 我们给各位介绍前半段 后半段就很单纯了 它还是基本上 你们看 从这个Coset formula来的 也就是我们前面讲的 Sigma NJ 等于NI Sigma IJ1J 所以我们第一个看 我们先说Sigma A Dot NB 那Sigma A 我就可以写成 Sigma A 我可以写成NI Sigma IJ1J 我这边 反过来 我这边写的是 我就记得 Sigma JI乘上NJ1I Sigma N我可以写成 Sigma JI乘上NJ1I Dot N呢 我就写成NK,EK 然后把这个DOT进去 这边就变成SIGMAJI,NI,NK 然后EI.EK等于ΔIK 等于ΔIK 然后我把这个ΔIK 这边的ΔIK 怎么不见了 这边的ΔIK跟这个NK合在一起 所以这边变成了SIGMA的JI 然后你们仔细看 是NJANIB NJANIB 接着 这个等号右边有两组I两组J 我把I跟J对调 也就是我把这两组I换成两组J 把两组J换成两组I 所以我们等于下面这边 变成是SIGMAIJ 本来你们看 是SIGMAJI的N NI 那个NJANIB 现在呢I跟J对调了 我把两组I换成两组J 记得两个DOMIN INDEX 我可以互换 所以I跟J对调 所以现在变成SIGMAIJ SIGMAIJ的N 等于SIGMAIJ 我的N 变成NIA乘上NJB 本来是NJA乘上NIB 现在变成NIA乘上NJB 然后这两个N相乘呢 我又可以对调 我又可以对调 变成这个样子 然后因为SIGMAIJ SIGMAIJ等于SIGMAJI 所以我把这个SIGMAIJ 因为它是对称的 所以变成了这一项 那这边你们看 现在又变成了SIGMAIJI的NJB乘上NIA 而这个跟前面一模一样 只是AB对调 所以后半段我就不讲了 所以这个自然的就会变成了 SIGMAIJB.NA 所以这个就证明了 这个就很简单的证明了 这个就是投影定理 那这个投影定理 我们有什么用处 我们现在看 它真的会告诉我们什么 好 我们先来看 假设 好 我们现在已经证明了 这个定理的成立 我们现在看 假设 这个红色的平面 是free surface 也就是这个等于零 也就是说 假设通过这个点 我知道有一个平面 有一个平面 它就是没有硬力 就这种情形 free surface 那这个公式就变成了什么 如果这个等于零 这个就等于零 这个等于零 就代表这个等于零 而这个等于零 代表这两个等于零 这个结论是什么 结论就是我的B 要垂直 这个 也就代表说 我蓝色 蓝色这个平面上的硬力向量 一定要跟红色的这个法线垂直 如果这个硬力向量跟红色的法线垂直 代表了什么意思 代表了我这个硬力向量 一定就在这个平面上 就在红色的平面上 所以合起来结论就是 如果通过这个点 你发现到有一个平面 通过这个点有无数多个平面 如果你发现到有一个平面 比如说红色的这个平面 它是free surface 就是它的硬力向量都等于零 那通过这个点的其他任何平面 这个蓝色代表任何一个平面 通过这个点的其他任何一个平面上的 硬力向量 依照投影定理 跟这个在这个法线上的投影要等于零 意思也就是说 通过任何其他蓝色的硬力向量 一定都平行于这个平面 也就是告诉你 这个点 通过这个点的任何平面上的硬力向量 都在同一个平 我不管哪个平面 比如说黑色 假定我这边现在又有一个平面 是黑色的 可能作用在这个平面上的硬力向量 也一定是在这个平面上 不是这 就是这 一定也在红色的平面上 也就等于说这一点 的硬力变成了一个平面 硬力状态 因为不管通过它的哪一个点的硬力向量 都平行于同一个平面 就是那个free surface的平面 它变成了平面 硬力状态 那这个的结论变成什么呢 我的硬力状态本来是三维的 它会变成二维 那硬力状态本来是三维的 它会变成二维 它会变成二维 好 下面 什么时候会变成free surface 所谓的free surface 就是硬力向量等于零 当我说硬力向量等于零的时候 当我说硬力向量等于零 代表这个的sigma 小分头了 对不起 当我说硬力向量等于零的时候 代表我的主硬力等于零 我的减硬力也等于零 而减硬力等于零代表什么 代表我的正硬力不是主硬力 正硬力就等于主硬力 所以意思就是 如果现在听好 你如果我给你一点的硬力状态 你解它的主硬力三个根 你解出来了三个根 有一个根等于零 不管这个零是最大最小之后 在中间 假定那对应零的 这就是我的主硬力方向 假定这个方向是我对应 主硬力等于零的那个方向 那通过这一点的所有平面 它的硬力 所有平面上的硬力向量 都一定平行于我 这个平面 因为我所有的硬力 都只在这个平面上 就是这个意思 我跳了 抱歉 我刚刚跳得太快了 都在这个平面上 我再强调 如果给你某一点的硬力状态 你解出来的三个根 有一个主硬力的直等于零 那针对那个主硬力直等于零的 主硬力平面上 也就是垂直于那个主硬力走的 那个平面 平面 通过这个点的所有其他平面上的硬力向量 一定都是平行于这个平面 所以现在这个硬力状态 变成了一个二维的平面 二维的硬力状态了 这个是如果有三个主硬力直 其中有一个等于零 它告诉你的意义 它告诉你的意义 三个主硬力 你只要解出有一个硬力直等于零 它所告诉你的意义就是这个 就是代表 这一点其他的硬力向量 任何其他平面的硬力向量 都一定要平行于你这个平面上 这个是一个二维的硬力状态 例如我们现在看 这就是你们知道的平面硬力 我们现在举例 如果现在有个工作键 我画的很大 好像一个圆柱子 事实上它是一个平板 你要把它想成一个平板 这个平板呢 垂直的轴是C3 然后它的高是两倍的H 可是我们现在假设H很小 指的这个很薄 我画的很厚 实际上H是非常的小 假定这个薄板 就像这个样子 这就是我的系属力轴 这个是LH 假设我的外力只在边边 我们后面一点还会讲更多 我的外力只在边边 我这边没有外力 这边有没有外力 这两个都是free surface 所以第一点 对我的上下两个表面的任何一点 对我上下表面的任何一点 它的Sigma33等于Sigma31等于Sigma32等于0 对我上下表面的任何一点 都是这个 所以照我们刚刚讲的 上下表面上下表面上只有Sigma11 Sigma22跟Sigma12 只剩这三个 所以是一个平面硬力状态 上下表面的任何一点 然后因为我的H远远的小于1 所以Sigma33来讲 我们现在这样子画 假设这个重坐标是我的Sigma33 这个是我的系数力 那在下表面它是0 上表面它也是0 那意思代表什么 这个又非常的薄 所以代表中间也几乎等于0 因为它上下都是0 中间再大也不会太大 中间再大也不会多大 一定也是接近于0 所以我们就假设 这个工作件 每一点的Sigma33 Sigma31 Sigma32都等于0 所以依照我们前面讲的 这个工作件上的每一点 都是平面硬力状态 因此我们不要这个三维的 我们就只要考虑一个节面就好 因为它所有的硬力 都不会Function of Sigma3 所有的硬力 这个只会Function of C1跟C2了 不会Function of Sigma3 它的硬力状态 沿着Sigma3不会变化的 因此这就是我们说的 平面硬力状态 这就是你们以前所学到 所谓的平面硬力 它基本上是这样子来的 就是因为上下表面 都是Fly Surface 所以有我们的Projection Theory 我们可以得到 上下表面的任何一点的硬力 都要平行于我那个上下表面 然后因为它很薄 所以我们假设中间 也就是平面硬力 所以整个工作件 都是平面硬力 这是一个 但是这个平面硬力 我们在第七章 会做更详细的介绍 这边的重点是告诉各位 如果你解出来的主硬力值 有一个值是零 代表了这一点 是平面硬力状态 反过来讲 如果你解除了两个零 就三个主硬力 有两个是零 那代表了什么 如果有两个是零 就代表了 而且这两个就代表 我有两个 我的其他平面的硬力 要平行这个平面 也要平行于这个平面 而这两个平面 还是互相垂直的 所以结论代表什么 任何其他平面的硬力向量 都一定要平行于 这两个平面的交线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的硬力变成了 linear trace state 变成了线性状态 只剩一根走了 只有sigma万万 其他的都没有 其他的都没有 也就是告诉你 如果你解出来了 给你一个 硬力状态 你解出来的主硬力 只有两个零的话 那在主轴坐标系统上 这就是他的硬力状态 只有一个正硬力 主硬力正硬力 另外两个主硬力等于零 其他的都为零 这是两个为零的状态 假定你解出来了 主硬力是两个零的话 他就变成了线性状态 就是一个正硬力而已 其他的都没有 他的硬力状态就这样子 所以好 因此这是我们强调的 你们要了解的物理意义就是 如果同一点 你解采了主硬力 三个根里面 有两个根相同 代表什么 有三个根都一样 有两个根相同 代表的是一个 原住硬力状态 有三个根相同 代表它是等向性硬力状态 那如果你解出来的根 有一个是零 代表这一点硬力是平面硬力状态 有两个根等于零 代表了这个是线性硬力状态 好 最后 如果你不是解采了主硬力 如果你在任何一种情况之下 就是这个硬力我不是会坐标转换吗 针对某一种硬力状态 你做坐标转换之后 它发生某一种奇迹发生 三个正硬力都等于零 记得不会有三个主硬力都等于零的 三个主硬力都等于零 它就没有受力了 那就不管 我们现在讲不是三个主硬力等于零 只是说你在坐标转换的时候 发生了这种情形 转一转突然发现 你的三个正硬力都等于零 只有这边有Togma12 不是 不要用Togma 就像类似这种情形 记得 这边减一力不等于零 这三个不是主硬力 这三个是正硬力 只是你一坐标转换 刚好发现三个正硬力都等于零 那这种情形 就是说某一种坐标转换的时候 你突然发现这种情形 那这种我们就叫Pure Share 什么时候是Pure Share 你举例一个轴 你给它一个流利距 材料力学都学过 如果一个轴 你是给它一个 这个方向的轴 你给它一个流利距 你给它一个流利距的话 你随便取一个截面 它的简历就变成这个样子 没有正硬力 只有减一力 只有减一力 各位应该还记得 你们材料学学过 就是这种 这叫Pure Share 如果是这个Pure Share 你们不要忘了 三个正硬力相加 永远要相等 那是第一个硬力不变值 所以代表 你如果找到这个case的 这种case的三个主硬力的话 它的主硬力一定有正有负 因为它的相加要等于0 例如你们回忆一下 材料力学所讲的 如果我们要找到主硬力 是跟这层四十五度 它的主硬力是什么呢 假定这边是tau 这边就是负tau 这就是财料力学上 纯粹简历的主硬力 一个是正的 一个就是负的 加起来就是等于0 就是等于0 这些用你们材料力学 都可以来验证 这财料学常常没有告诉你们 为什么 这边就是这样子 因为三个正硬力相加 一定要相等 所以在某一个坐标系统 三个正硬力等于0 其他任何一个坐标 转换的系统里面 它的三个正硬力值相加 都要等于0 包括三个主硬力相加 OK 这个结束了我们第五节 我再强调 我们这门课 主要给各位讲的是观念 所以你们不只是要知道 什么是硬力 怎么样找边界条件 怎么样找到最大主硬力 最大减硬力 跟我们的八面体减硬力 你们要了解的是这些干嘛 以及万一主硬力值里面 有重根 或是有等于0 它所代表的 马上告诉你们的 这一点的硬力性质是什么 这是各位本身要知道的 不是真的专门在减 那最后第六小节 我们要跟各位介绍的就是 我们前面讲过 我们要讲硬力平衡方程式 我们推导出来的是这个 这个是针对变形后的坐标系统 这个是Body Force 每单位变形后的体积 所受的重力 Body Force 所受的力 OK 这是Body Force 每单位变形后的体积 所受的力 而这也是吧 那因为这是变形后的坐标 所以我们一直再三强调 你要解平衡方程式 你的边界条件 必须要依据变形后的坐标来写 可是我没有解出来 我根本不知道变形后的形状是什么 我写不出边界条件 所以如果我真的要解这个平衡方程式 我必须把这个方程式化剪成 针对变形前的坐标 如果我这个是改成变形前的坐标系统 那我就可以依照我变形前的形状 来写我的边界条件 像我们刚刚要各位写的 或是这种问题 这些都是变形前的边界条件 我一定要变成这个样子的文明方 我才能选择变形前的条件 那问题就是 我把这个方程式 对变形文明感到这个时候 这个中间是什么 这边这个是什么 因为这个代表了 也就等于是说 我依照这两个方程式一模一样 我依照变形前的边界条件 解方程式 解采的就是这个玩意 我们要知道是这个玩意 跟这个有什么差别 因为如果你要做实验 去量硬力 你量到的是这个 所谓的理论 实验值是这个 这是实验值 你量到的是真实的硬力 因为你就是照物体 实际是外力 力量除以它变形后的面积 所以你做实验 一定量到的是这个 但是如果你用笔 或者用有限元素法 解出来的结果 一定是这个 因为你一定是用 变形前的边界条件 才能解 所以我们最后一节 要让各位了解的就是 你解出来的答案 跟真正的实验硬力 有什么差别 这样的话你们才会知道 这个给你们一个线索 让你们了解 你们真正解出来 不管拥有限速法 或是解公式 解出来的理论解 跟所谓的实验解 的误差 造成误差的原因之一 还有一个误差原因 就是因为理论解 通常会有些假设 那实验不存在 那是原因之一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这个 因为你的理论解 或者数字解 解的是这个东西 而实验的是这个东西 这两个差在哪里 那个是我们最后一节 要告诉各位的 那个一要一口气讲完 所以我们今天就到这边 下个礼拜一再说 OK 在下礼拜一还蛮重要 会给各位一些 很重要的观念 我们只先告诉各位 第六个小节的目的 在哪里 好 好 好